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他一方面招降和州议员领袖马战敖 亏行甘人质感策略 同时积极鼓励各族青年参加科举好事 以增强对中央政权的相信力 左宗棠认为甘肃各族百姓交错杂志 官司求分不断的主要原因是民众不知伦理刚计 礼教久费 同时经过与封建设立几百年的融合 西北宗教全力以示 其的方式被控制在少数家族手中 普通青年几乎没有任何上升空间 左宗棠因此上书朝廷要求闪甘氛围 为甘肃考生争取了更多的名额 而马鸿奎家族作为世俗为民的代表 他们就是左大帅政策的直接受益人 马福祥的父亲马千玲是河州著名富商 又被称为宁夏马家军的始祖 他曾是马战敖的谋士 再劝请马战敖将青石立有大功 仅因为没有任何宗教职务 战后轮功行赏时 马千玲只被封了一个蓝铃兜斯 很快淡出马家军系统 为了解决富而不贵的尴尬局面 马千玲在家中开办私塾 要求孩子除了每日诵读经书外 还要苦学儒家经典 将来考取功名 光耀门眉 据说马千玲的儿子读书过目能成颂 持经温暖 必穷其理 由于深受独家忠孝节义思想的熏陶 常对身边人感叹道 国使灵异 强敌环似 非无以挽救 于是再次自马福祿的率领下 经典都气文从武 改考了五课 马福祿从小体力惊人 又等名师指点 光绪元年在兰州贡院考中举人 五年后又在北京获得进士的身份 并被授予守备官职 在京师神机营当差 马福祿后来转回甘肃 但因与马战而让儿子马安良不和 于是专心操持家族生意 光绪二十年冬 和皇帝须发生教派之争 官府敷衍色则 致使矛盾计划成叛乱 这时马福祿以进士身份奉命组建团练 帮助官府平乱 在平乱中 马福祿表现英勇 手下马队被授予安宁军番号 编入东福祥的甘军 马洪奎的父亲马福祥也得到朝廷恩赏 应是无为 最终也考取了进士身份 随兄长一驻山海关 永平府一带 负责拱卫京师 八国联军进北京时 马福祿兄弟多次与联军血战 马福祿不幸在正阳门重担牺牲 与马福祿一同牺牲 而还有兄弟马福衡 马福轩 侄子马耀徒和马兆徒等人 马福祥继承了马福祿的部队后 因为护送慈兮兮讨有功 马家的部队改为至圣军 从此脱离甘军 走上了独立发展日路 从马洪奎家族的发迹路径来看 左宗棠在新教权学 古力科举的政策是完全成功的 只是没料到清帝退位后 马洪奎家族没得效忠的对象 反而成了荼毒西北的反动军阀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词曲由继续